第2060集 叶浩轩觉得七杀这家伙说话不是太友好 他挥挥声 切断了跟七杀的联系 然后开始专注地改灵脉 祭坛有点简单 但是叶浩轩觉得这玩意儿不过就是一个形式罢了 强大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祭坛 就能强行地逆转灵脉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在这一瞬间 他脑海中轰的一声响 周边的地形在这一瞬间仿佛变得高大起来 山川地脉 地下的河里 错综复杂的一切在这瞬间呈现在他脑海里面 他的意识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扩展着 眼前的视野也是越来越开阔 在以他为中心 方圆数公里之外 有无数条错综复杂的银芒在周边流动着 这些都是诸方灵脉 叶浩轩所站的集团是楼盘的正中心处 有三条灵脉贯穿而过 这也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被人看为风水宝地的原因 一般来说 一条灵脉经过 已经是不错的地方了 三条灵脉 这更是宝地 叶浩轩现在要做的就是强行扭转其他方位的灵脉 让他所在的位置成为八方灵脉交汇的地方 这样的话 这宝地直接就变成了伏地 而且这个地方随后放上了震灵玄武 镇压灵脉 让其百年不会改动 这个地方更是一块移居的伏地 那说的容易 做起来就有些难了 这要是凤魂不觉醒 叶浩轩恐怕要用上吃奶的力气才行 那现在好了 他凤魂觉醒了 改动灵脉 所耗费的精力也不会那么大了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天地原力为他调动 叶浩轩双手虚空伸出 锁定了其中的一条灵脉 然后用尽所有的元气移动着他 那条灵脉被无限地拉长 随着叶浩轩的手势 向他所在的方位缓缓地聚拢着 强行改动了灵脉 也是一件十分费事的事情 可以说这也是挺逆天的举动了 但是叶浩轩觉得现在自己都这样了 逆不逆天都无所谓了 反正他惹上的事情挺多的 这条灵脉不停地扭曲着 想从叶浩轩的控制中解脱出来 但叶浩轩用尽了权力之下 他不得不屈服 终了 这条灵脉被叶浩轩给支付 最终乖乖地顺着叶浩轩的意思 被强行安放在了叶浩轩心仪的地方 一夜过去 直到天微微地亮 叶浩轩才把五条灵脉给改动到这里 当最后一条灵脉改动到这里之后 轰的一声响 大阵灵气重盈 整个大阵在这一瞬间仿佛都活了过来 灵气肆意地感觉真好 叶浩轩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现在就等南海玄武回来 镇着这个地方 哪怕是地质改动 灵脉的走向也不会动 八条灵脉汇聚 聚灵大阵已经形成 只要是一旦走进这个小区里面 就会有一股风景宜人的感觉 只不过 这楼盘之前是凶宅 想让人信服 还得要施上一点手段才行 叶浩轩笑了笑 这就要交给自媒体去炒作了 他只需要在这里做点手脚就行了 他屈指一弹 弹在阵脊上 只见八方的灵脉迅速地汇聚 轰的一声响 一道肉眼可见的白气冲天而起 化作了一条巨龙般的雾气 围着小区盘旋了一轴 同时一声龙银响起 震慑八方 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微亮了 不知道多少人被这声龙银给惊醒 他们不由自主地看向了那个方向 也不知道有多少晨跑的人停下了脚步 他们张大着嘴 看着一条白气冲上云霄 然后化作一道巨龙 盘旋一周 然后缓缓地消失 龙 是华夏人崇拜的图腾 关于龙的传说不绝于耳 不管之前这个楼盘是不是凶宅 但只要现在有龙腾气 有龙银 这就足够了 当天整个A事都沸腾了 因为那天早上 一大部分人都听到了龙银 甚至有一部分人看到一条龙形的白气植入云霄 这都是真真实实地发生的事情 在网上的一些论坛上 已经用科学的方法解释出了 当天发生的事情 但是天生对龙有着崇拜情节的华夏人 宁愿相信那是一条真龙升天了 所以他们不相信任何传言 他们只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 至于说 那个楼盘之前是凶宅的事情 早已经被那一声龙银 给磨得干干净净了 大家宁愿相信 那个楼盘是受上天垂怜的 凶宅 那是以前的许世杰没有那个福分 压不住这里的福气 所以才闹得接二连三的出事 现在的许世杰是时来运转 也能镇得住这里的真龙了 所以说这个楼盘一定是一块风水宝地 没钱就算了 有钱的还不快点跑这里来占一块地来 所以说尽管演唱会还没有开 但是整个A市里的土豪们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他们开始打听许世杰那个楼盘的情况了 问问还有多少房子没有卖出去 就算是这几年与许世杰断了来往的人 也是重新的与许世杰交好 一大早 许世杰的公司门口就停了无数辆车 还这个地方的交通都有些不顺畅 对于这种情况 许世杰当然是有惊有喜 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条咸鱼 也有翻身的时候 他当然知道 这一切都是叶好轩的功劳 尽管他不知道叶好轩用什么方法 让大家相信这里有龙 但是他确确实实地做到 只要做到了就好 许世杰觉得这个过程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叶好轩说保证他这个楼盘会起死回生 也保证他这个楼盘会大卖 这并不是空话 现在叶好轩做到了 许世杰真的是感觉又惊又喜 蒲天盖地的媒体 都相继地报道了这件事情 尽管现在提倡科学 但是那些媒体公司才不管这些呢 他们觉得 只要报道了这吸引人眼球的消息就行了 所以 关于这个云野仙居 楼盘的传言 那更是越说越玄乎 网络时代 信息的传播速度快得超乎人想象 很快 周边的几个大都市的土豪都闻讯而来 开始打听许世杰这个楼盘的情况 他们都想入手一套 其实越是有钱的人越是迷信 他们现在需要一个精神的寄托 他们相信自己的好运是上天的眷顾 所以他们要留住这份好运 这份眷顾 以至于他们对风水有着近乎偏执的疯狂 许世杰那是位炒作的老手 这几年过的日子不顺畅 他的楼盘接耳连三的出事 因为这个楼盘 所以他把其他的几个项目都快拖垮了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 他的楼盘居然会这么受欢迎 这让他十分的信心 当然 作为一个房地产的高手 他肯定知道了 物以稀为贵的道理 面对这么火爆的市场 他没有失去理智 他放出了十套房 然后利用舆论 把这十套房炒到了天家 先在市场里面试一下水 结果当然是超乎他的想象 他的十套房 在疯狂的购房者的热情中迅速的售出 价格比他预定的价格要超出了很多 许世杰一看这形势 马上把嘴关的严严实实的 他放出消息 房子只有少料 一切都要等到三天以后的演唱会时揭晓 这当中这最生气的人 当属王子明了 他脑袋上缠着纱布 重重的一拳砸在了桌子上 他怒吼道 人呐 都他妈给我死哪儿去了 王总 一个助手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他是王子明的助手李军 也是一个狗头军师 之前的主意都是这孙子出来的 本来之前的一切顺风顺水的 王子明也十分器重他 但是现在的局势扭转到了一边去了 他就有吃不完的苦头了 李军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在这几天之内 一定要把这家伙的势头给压下去 如果你压不下去 我让你好看 王子明咬牙切齿地说 王总 我想办法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李军简直要哭了 本来眼看着就把许世杰给打垮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许世杰那家伙的运气居然这么好 他居然闲鱼翻身了 这一切都是他预想不到的 现在他被弄得团团转 他也想把许世杰给打压下去 但是疯狂的购房团 谁会理会他呢 尹大师呢 尹大师现在有没有消息 王子明叫嚣道 只要尹大师回来 事情就一定会有转机的 可怜的王子明啊 他还没有意识到 殷老三已经快魂飞魄散了 他现在还在想着 殷老三的那些手段 他把殷老三奉为了神人 他相信只要殷老三回来了 什么叶好轩 什么龙器 什么许世杰 都通通的会严消云散的 我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可是尹大师他到现在 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啊 李军也纳闷 那位尹大师 似乎是很享受这世俗的生活啊 他每天那就是没酒 每人几乎天天都不出会所 但是谁知道这老头 自从前天晚上开始失踪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快点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都一定要把殷大师给我找回来 只要殷大师回来了 一切都会有转机的 快点 王子明几乎快疯了 他一激动又触动了自己脑袋上的伤口 他惨叫了一声 脑袋上的纱布又渗出来了鲜血 王子 你先别激动 李军连忙扶着他坐下来 然后说 殷大师是高人 他向来是神出鬼没的 神龙见首不见尾 说不定他去哪里闭关了呢 我们且忍耐一下 等他回来了 肯定会把那些家伙们 一个个给揍得屁股尿流的 话是这么说 但是见不到他 我心里没底 你去 你先想办法 把那许师姐的气势给压一压 现在我看到那家伙就来气 我不想再看到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好好 你放心 王总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之前殷大师 不是玩到我们这里的一个实习生吗 不是让你处理了吗 王子明一整倒 那大学生现在怎么样了 精神失常 瘦得厉害 这几天 就瘦得跟什么似的 而且他精神恍恍惚惚的 我们可以制造一点意外 让他 在许师姐的那个楼盘里自杀 只要他死了 什么龙气 都他妈的止不住谣言了 李军黑黑笑道 好了 去办吧 你办得干净利索点 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 再闹出来什么其他的事情来 王子明一想也是 不管怎么样 只要能让许师姐肉疼 只要能给许师姐来点压力就行了 况且他们这里不是有龙气了吗 现在再死一次人 看你许师姐还有什么话好说 王子明挥挥手 李军点头出去了 姓许的 还有那个姓叶的 我一定会把你们碎石碗断的 我方子明发誓 一定会让你们不好过的 王子明按着腰 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说真的 那一天他被叶浩轩给揍得不轻 要不是他身体那个底子好 现在恐怕还躺在床上 一动也不能动 他现在真的是恨透了叶浩轩 他发誓一定要弄倒许师姐 还有姓叶的那个小子 他都不会让他们好过的 但是刚一坐下 外面一阵阴风一闪 一股阴寒的气息就扑了过来 这让王子明不由自主地 打了一个冷战 现在天气不应该这么冷啊 当他抬起头的时候 不由得吓了一跳 只见在他办公桌前的沙发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身穿青色的长袍 端坐在沙发上 两个人很瘦 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 那股阴冷的气息 就是从他们两个人身上 散发出来的 王子明不由得吓了一跳 他猛地站起来喝道 你们两个人是谁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王子明的一只手 已经摁在了警铃上 他得罪的人多 他怕寻仇 所以他这里的安保措施 做得还是不错的 只要他摁下了警铃 马上就会有人冲进来 这两个人身份不明啊 跟鬼似的 不声不响地往这里一坐 着实吓人 更重要的是 没有自己的允许 他的办公室是进不来人的 这两个家伙 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两人不说话 其中一个人扭头看了起来 他的双眼深深地陷了进去 就跟骷髅没有什么区别 幸好这是在大白天 这要是在晚上看到了 那还不得把人给吓个半死 这人看了王子明一眼 王子明便不由自主地 大了一个哆嗦 他感觉这人的目光 十分的阴冷 那种阴寒的气息 直接就进入了自己的心里 他感觉手脚冰冷 身体僵在了当场 一动也不能动 他保持着那样的姿势 在这里站着 直到那个人的脑袋扭了过去 王子明才感觉到浑身一软 他扑通一声 坐倒在自己的沙发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刚才的那一幕 实在是太吓人了 几乎在王子明的心里 留下阴影了 他看着两个人 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